好 接著要跟各位講所謂的磁力 磁鐵會吸引鐵 這叫做所謂的磁力 磁力也是一個交互作用 意思就是說我吸引你 你也會吸引我的意思 然後呢 跟靜電的情況類似 所以什麼情況相吸 什麼情況相似 靜電是什麼意思 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吸 就是這種樣 就是同名級相似 異名級相吸 N級會吸引S級 S級會吸引N級 N級跟N級會互相排斥 S級跟S級會互相排斥 它也是一個超距離 不需要接觸就會產生的力量 叫做超距離 所以跟靜電是一樣的 同名的會相似 異名的會相吸 這是一個超距離 這個影片沒有什麼內容 就告訴你它相吸或相似 然後呢 一個重點就是 沒有碰到就會吸住了 所以是 或者是排斥掉了 所以叫做超距離 就是這個叫做異名級會相吸 就是這個叫做異名級會相吸 異名級會相吸 異名級會相吸 然後呢 同名級呢會相似 就是 同名級會相吸 不用碰到就會相吸了 然後同名級會相吸 簡單的做一個實驗而已 一個重點就是 一個重點就是要講一下磁化 基本上鐵釘可以吸鐵釘嗎 不行 沒有磁性 不能吸 但是 這樣子可以吸嗎 就玩過就知道這樣可以吸對不對 所以就表示 在那個磁鐵下面的鐵釘就具有磁性了 所以本來沒有磁性 讓它變得有磁性 這樣叫做所謂的磁化 磁化 本來沒有磁性的磁性物質 因為磁鐵的作用而變得有磁性 這個現象叫做所謂的磁化 所以圖的左邊 那個鐵釘 就會有磁力 就可以吸引其他的鐵釘 然後你把它分開之後 就消失了 它的磁力就消失了 等一下會說 等一下會說 這個現象叫做磁化 叫磁化 磁化的時候 因為磁力是一個超距離 所以不需要接觸就可以磁化 有人就是比如說 你就拿一個鐵棒啊 在上方去滑一個磁鐵啊 不要碰到它 它也會讓它變成有磁化的現象 然後它基本上跟我們的 靜電感應一樣 靜端會生 異性戀 遠端會生 同性戀 這邊叫靜端會生 異名幾 遠端會生 同名幾 所以圖上顯示 磁棒 Ns 被西座用 S與Ns會互相信 遠端就生分 它的磁化的磁級 這是考試會有人問的問題 它是哪一級 或者是配合後面 我們要學的磁場 透過跟那個磁場結合起來 物理它應該是哪一級 OK 所以近端生異名幾 遠端生同名幾 跟靜電感應的現象是類似的 這邊的圖A 這個叫做有磁化 所以這個鐵釘有吸引N過去 S就吸引N過去 然後可以吸引其他的鐵釘 其處 就會有磁力 磁化有磁印的關係 但是把它分開之後 把它跟磁棒拿開之後 磁印就沒有了 就閃掉了 那這種現象 它很容易就被磁化了 它的磁力也很容易就消失了 這個我們叫做所謂的暫時磁鐵 又叫做軟磁鐵 比如說這些東西 我們考試的時候 通常就寫鐵釘 鐵釘是一個軟磁鐵 它很容易被磁化 但它磁鐵很容易就消失 所以磁鐵一靠近它 就變成有磁力 一分開磁力就消失 所以這叫做容易被磁化 磁化也容易磁力也容易消失 叫做暫時磁鐵 軟磁鐵 另外一種是不容易被磁化的 但磁力也不容易消失 就是叫做所謂的永久磁鐵 或叫做硬磁鐵 這邊叫做軟磁鐵或硬磁鐵 原因是因為在發展的過程中 這個磁鐵以前就是比較硬跟比較軟 可是現在的材料已經進步很多了 所以現在的磁石磁鐵不見得都是所謂的軟 永久磁鐵不見得都是所謂的硬 這不一定 可是這個是以前就留下來的說法 因為古時候是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通常就寫到鋼鐵 鋼鐵就是所謂的硬磁鐵 磁的意思是說它的不容易被磁化 就是你畫半天它是沒有磁性 可是一旦有磁鐵之後磁鐵不容易會消失 所以叫做永久磁鐵或者叫做硬磁鐵 所以考試一個寫鐵第一個寫鋼鐵 永久磁鐵、暫時磁鐵、軟磁鐵、硬磁鐵 OK 了解一下 這裡有個所謂的磁域學說 以現在的眼光看這個學說是錯的 但這個想法可以幫我理解、解釋很多事情 他說我們這個一個磁棒裡面 是一根一根很小很小的小磁鐵 形成一個一個的磁域 像左手邊這個到處亂排 所以吸引跟排斥就互相抵消 所以就沒有磁力 右手邊排得很整齊 所以右邊都是N、左邊都是S 它就排好之後 NS抵消 所以中間沒有什麼磁力 左右兩端磁力最長 一邊是N、一邊是S 所以用這個磁域學說 可以幫我解釋為什麼會有磁疾 因為中間抵掉了嘛 左右兩邊還留著 可以解釋為什麼會磁疾 它可以解釋為什麼會磁化 就是這裡擺到亂七八糟 有一個磁力過來之後 一名級相吸、同名級相似 就是它排得非常整齊 排整齊就會有磁力了 排有整天磁力 然後也可以解釋軟鐵、軟石鐵跟硬石鐵 容易轉的就是軟石鐵 不容易轉的就是硬石鐵嘛 然後也可以解釋沒有磁單級 因為怎麼切 怎麼切都是有N級跟S級 每個都是一個小磁力 所以怎麼切都是NX、NX、NX 所以沒有磁單級 沒有磁單級 然後可以解釋加熱的影響 那個右邊的圖擺得很整齊 加熱的時候它就亂跑、亂轉 你亂轉完以後就變得互相比一下 就沒有實力了 就沒有實力了 所以呢 東西比如說所以打擊也像敲打它也一樣 把它打亂它也會沒有磁力 所以這個磁力如果受到敲擊、受到加熱 它的磁力就會消失 這句話也有人問過 這句話也有人問過 那我們就看了一個影片 給你看加熱之後磁性的消失 就是 這樣子有磁化 當然可以有磁化 所以可以吸引鐵晶 然後把它去加熱 磁力就消失掉了 掉下來了 所以要加熱的影響 剛剛跟你講了 那個磁域學說 以現代語觀看似不正確的 它可以幫我解釋很多的事情 了解一下什麼叫磁化 記一下什麼叫做軟磁鐵 什麼叫做硬磁鐵 什麼叫做暫時磁鐵 什麼叫做永久磁鐵 這是我們需要學會的內容 OK